大家好 今天呢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倒车影像 倒车影像呢 基本上就分为原装的和后期加装的 原装的呢还是比较好的 它的安装角度和可视范围都是非常理想的 那如果是后期加装的呢 那它就是各种各样的了 大部分后期加装的倒车摄像头呢 是装在这个牌照的位置 替换了一个牌照灯 这样呢就会造成这么一个现象 有些车的牌照是在后保险杠上的 那么它的位置可能就比较低 那有些车的牌照呢是在后背箱杠上的 这个位置呢就可能偏高一点 但是大家不要被这种小细节呢所误导 不管它装的什么位置都是有标线的 它们的标线所代表的距离呢 也都是差不多的 就比如说我这辆车 它就属于一个后期加装的倒车影像 而且它的安装位置还比较低 还带有一点点广角 在屏幕上看起来呢 可能距离后边障碍很远 但是实际上已经距离非常近了 像现在呢我们看到距离后边这个墙呢 在第一个标线的位置 其实它的实际距离呢也就是一米左右 我们再向后到 现在是在第二个标线位置 距离呢也就是50公分左右 当到达这个红线的时候 也就是最近这条线 它的实际距离呢也就是19公分了 但是大家放心 只要你按着这个标线来停 是绝对装不上的 这边这些标线呢都是有实际作用的 好了我们后期加装的摄像头参差不齐 大家也不要觉得 我只要装了倒车影像就万事大吉了 在装完摄像头之后呢 一定要先试验一下 它各个标线的这个距离 然后呢就能做到心中有数了 我们下个标线内发想页起床 又能做到心中有数了 我们下期待再次进行 感谢观看